在《朗读者2》的一期节目中,马依丽分享了自己和爸妈的家庭故事。 马依丽,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,父母都是不到初中的学历,他们是最普通的双职工,住在小弄堂,是顿肯德基对他们来说是最羞耻的事。 尽管父母在无智商,并没有给予马依丽太多的享受,但马依丽却始终认为,自己是被抚养长大的。 一,父母是我最重要的人生导师父母,虽然没有受过好的教育,但他们有自己的做人原则,影响他很深,爸爸没有把我当作柔柔弱弱的女孩子,他一直希望女孩子要不比男孩子差。 上大学了,我爸爸会说,如果你是跟男同学出去吃饭,不能让男生买单。 我想正是父母给予马依丽的爱,供助了他坚强、独立和自信的性格。 二,我最大的财富是父母的信任马依丽说,父母给予他最大的财富,就是对他的充分信任,让他很小就学会了自立自强。 令马依丽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是,高一的一次加上会,父亲被老师召进办公室领成记手册。 听完老师的话后,父亲的反应完全他出乎意料,父亲站在了自己孩子的立场,为自己孩子说话。 一个女孩子,如果父亲非常非常爱他,他活在世上就会有底气。 正是父亲对他充分的信任,让马依丽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更加自觉。 三,感谢父母的付词辛苦马依丽,回忆几小时后学舞蹈的经历,不经厌里泛起泪花。 那时候,为了能满足我学跳舞的愿望,父亲每日盯着报纸的中逢,看各种少年文艺团招宣的消息,然后马上用自行车载着我到处去考。 后来,马依丽在里面上课,父亲就在外面等,直到两小时后课程结束,再骑自行车带他回家。 父母他做得远不止这些,他们平凡也许给不了孩子最贵的东西,但在关键的地方,他比父母却做得很好。 这让我想到了依阳接喜,从小学舞蹈,妈妈不辞辛苦的每天接送他,舍不得花钱打DG系公交,在公交上做作业,换衣服等等,他的家教简单却又生意,一直让他不断的优秀。 父母的跟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可贵,这份爱没有差别,但是也。